22題 關於熱對物質 影響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選項A 溫度上升所有的物質都會產生體積膨脹的現象 這個當然是所謂是錯的 因為我們知道誰有所謂的異常現象 在4度C的時候體積最小密度最大 所以從10度C降到4度C的時候體積會變小 但是呢從4度C變到0度C的時候呢 體積會增加 然後呢如果水反過來從0度C到4度C的時候呢 體積是縮小的 所以A選項是錯的 C選項 水溫從0度C上升到4度C的過程中 水的密度只願減小這當然也是錯的 剛才已經講過了 水有異常現象 在4度C的時候體積最小密度最大 所以從0度C上升到4度C的過程中 水的密度是逐漸增加的 株選項在常溫常壓下的吸熱過程中 所有固態物質的狀態變化 皆遵循固態先轉變為液態 再轉變為氣態的順序 這個也是錯的 因為我們知道 有所謂的升華 升華會直接從固體會變成氣體 沒有經過液體 我們知道點會升華 我們知道乾冰會升華 所以呢 豬說一定會先由固態變成液態 再變成氣態 這個錯的 所以呢 只有B選項是對的 溫度上升 並非所有的溶質 對水的溶解度都增加 我們前面有學過一個氫氧化鈣 氫氧化鈣呢 是溫度越高 它對水的溶解度越低 所以呢我們第22題的答案呢 要選的是B 溫度上升 並非所有的溶質對水的溶解度都增加